弟兄姐妹平安 我已經跟你們說時間很快 對嗎 我們行李都打包好了 馬上就要走了 但是人生就是這樣 人生就是這樣 等我們到了生命的晚期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非常快的 如果我們是受終 而不是主用特別的方式接我們走的話 你會覺得很快 如果不是受終 而是主用特別的方式帶我們走的話 那就更快了 那就更快了 走以前我看到這一本書 尤子寅是早期那些學者 他們來到歐洲 特別是先去美國的學者 很喜歡這一本 如果你是喜歡動這裡的 這本書是對你不錯的 書房裡面有幾個都是對學者特別有幫助的 我想他們選書過來這邊也是有經過選擇性的 所以我建議你們可以看一些類似這樣的書 可以梳理一下你的概念可能對你有一點幫助 另外我看到那邊我們國際歐法神學院 還有一些的運訓跟簡介 你可以看 我鼓勵現在的年輕人 考慮你是否全職足足足足 我相信德國特別需要 因為德國不是一般人奉獻出來做傳道就可以面對的環境 德國特別都是對那些知識分子 我想在往後的十年二十年之內 這個情況不一定會改變 因為這個跟民族性有關 德國人他們做事情非常務實非常踏實 德國是少數比較難傳福音的地方之一 因為德國你想想看講到馬兵路德 大家都說那是我們的祖先 是從我們這裡出來的 所以人一慢慢的有一點點覺得自己可以的時候 他就慢慢下去了 所以德國不僅是德國人不容易 德國的華人特別不容易 我在歐洲為了這個國際歐法神學院 我在歐洲已經每一年要跑十幾個國家 如果算國家次 我一年要跑二十個國家次 這個國家一直進去 我就會發覺每個國家都有它的難處 但德國的難處是 每一個人討論的事情一定要通過理智 可惜我們的上帝超理智 就超過比安超過理智 所以你如果單純想用理智來解決問題 我覺得前面那一段是沒問題的 但是後面那一段照著齊克我所說 有一個跳躍的部分 就是你要憑著信心跨過去 我那天跟那個十大收藏家之一的那個人說 你可以先把上帝放進去 不行再請他走就好了 或許你不同意我的看法 或許你是雅米諺或加爾文的忠實的信徒 不過我傳福音幾十年 我們不到最後一天 我們很多事不知道的 很多事不知道的 所以我鼓勵我們當中 如果你特別有思想感 你要知道為什麼這些人 他可以這樣子繼續堅定的相信下去 他其實是有原因的 因為那些人都不簡單 我碰到特別從國內出來的一些學者 我很配合他們 有一次我在Boston 碰到一個年輕的傳導人 我很驚訝的一件事情就是 可是第二件事情是 他跟我說他是一個Doctor 他是一個博士 他是一個PhD 而且後來我聽到他念什麼時候 我很驚訝 他說我後來又去讀了一個神學院 又讀了一個博士 神學院博士 可是他說他每七年 你注意聽喔 他每七年內心最底層的無神論 會再攪動一次 他說他從來不敢跟別人說這件事情 因為他跟我聊了幾天很開心 他就說無神論會重新來過 他說整個的思想要重新架構 所以很不容易 我們這個特別是學者 他的腦子裡面 或者是學人 他的腦子裡面 他有被格式化過 知道格式化嗎 被format過 被format過 那這個是人本的東西 我們有問題 因為未教人本主義 未教人本主義 但是人本有實而權 未知生焉知死 對嗎 更何況我們也不知死 也不知死 所以不知生又不知死怎麼辦呢 所以這世界一定有超過我們想像的東西 所以我鼓勵我們當中 學者 學人 你可以多讀一些 這些比較理性化到感性的書 那第二 我鼓勵我們當中 傳導的那個 碩士 博士 你不要害怕 出來 不知生學員 我挑戰你 你敢不敢為在歐洲的華人死 我再說一遍 你敢不敢為在歐洲的華人死 我2010在菲律賓 有一個人 從北京請了一個傳導人過去 然後他就把 把我們兩個放在一起 他就請我們去 想離了阿凡店吃飯 他們兩夫妻 然後那個請我們兩個吃 我們兩個吃飯的 我面對著那一對夫妻 然後 那一對夫妻就跟我說 說李長老求你 請你帶領我們 幫助我們 讓我們知道怎麼做的傳導人 我說我帶領 只有一個條件 你回去禱告 你確定了 你告訴我 我就終身陪你 跟你一起跑這條路 他說你要什麼 我說你答應我 你願意為在菲律賓的華人死 我就帶你 以後在菲律賓找到 好多願意在菲律賓 不離開 一輩子願意為在菲律賓的華人死 的統統 我就在那裡成立一個 尼西米小組 全部都是傳導人 我陪他們 後來在印尼 我也問了一些人 那些人是願意在印尼 位在印尼的華人死 你沒有想過在印尼有這麼多人 印尼有兩千萬個華人 是中國大陸以外 幾乎是最大的華人 這個聚集的地方 我其實不喜歡去印尼 印尼太弱好了 比起張牧師從美國搬到德國來 還更嚴重 從德國搬到印尼去的話 很辛苦 但是那裡有很多的華人需要服役 我們歐華神學院招收學生 第一個考試問你的時候 就問你說你弄招了嗎 他說我弄招了 第二個問題就要問你 你願意為在歐洲的華人死嗎 如果你不願意 我們推薦你去中國大陸讀神學院 如果不行 你覺得那個地方 你學不到很多東西 香港有很多很好的神學院 你說廣東話我不通 到新加坡讀神學院 你說新加坡語言更複雜 我也有困難 而且他們主要讀英文 我建議你到台灣去 中文完全沒問題 簡體字到繁體字沒有很困難 習慣了就好 四分之三的字是一樣的 四分之一上下文都讀得出來的 問題不大 問題不大 我剛剛讀簡體字的時候 我也大部分不懂 可是一會兒就好了 習慣了 我現在讀簡體字跟繁體字 一樣速度的 一樣速度的 所以我們不會在歐洲以外的地方 培養傳道人 這是神給我們的使命 1987年吳永長老 就到歐洲來傳福音 1999年我開始到歐洲來 我其實是1997年 我就第一次到柏林 我到柏林 然後到慕尼黑 然後到巴黎 然後到倫敦 然後到北歐 然後到美國一圈 那1999年 我就開始到了西班牙 20000年到義大利 以後2006年神呼召我 2007年我們就成立了國際歐華神學院 是為了在歐洲的華人死的神學院 如果有人 我鼓勵你 你試試看 你回去先看這個 沒關係 你們這裡剛才有一個姐妹 跟我說江萍在我們那裡 你們早期在這裡有一個小娟 李娟在我們那裡 很多德國的從這裡畢業了 德國畢業 繼續來 來了就回來這裡 你讀完了兩年三年 就再回到你的城市 你們好歹也讓洪牧師有一個盼望 洪牧師年紀不輕了 你們後期到底有沒有人 願意起來接這個帽子 讓他也不要太行 所以不利你們 求主恩待我們 我們看到這裡有很多的華人在這裡讀事 好 那現在我們來到如何結出聖靈果子的最後一堂 我們希望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可以領受這個信息 一間房子髒了 舊了 我們會打掃打掃 整理整理 你自己開了車子 髒了 我們會送去洗一洗 或者自己打打蠟 但是人老了怎麼辦呢 人又會不會舊呢 主要是在地上的時候 有一個名叫尼哥底姆的夜裡來找耶穌 他說 人已經老了 如何能 如何能重生呢 請能再進父胎裡 再生一次嗎 耶穌給他的答案到今天我們仍然能用 那就是耶穌說 從肉生生的就是肉生 從靈生的就是靈 他的意思就是肉身 肉體 這個physical 這個flesh 是不能更新的 我們只有越來越老 老了就是老了 舊了就是舊了 所有的器官要慢慢的衰退 但是從聖靈生的 就可以更新再更新 但如何更新呢 前兩次我們提到基督徒今生因著耶穌基督的恩典 有聖靈的內住 也因為這個緣故 本來我們是被一個國家掌管的 現在另外一個軍王來了 隨便有兩個軍王 一個是聖靈 一個是肉體 肉體與聖靈相爭 聖靈與肉體相爭 當你不在聖靈引導之下 即便他是基督徒 你要注意聽啊 一個人不在聖靈的引導之下 或者他沒有順服聖靈的引導 即便他是基督徒 他只要不順著聖靈 他就會放縱肉體的情欲 換句話說 沒有一個人可以例外的說 當我信耶穌基督之後 我就不能犯罪 我就不會犯罪 我就不會有情欲 我就不會軟弱 我就不會跌倒 沒有這回事情 我現在帶了六十個主任牧師 或者堂會牧師 每十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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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組 我常常問他們 你覺得你可以保住晚節嗎 你覺得你可以finish我了嗎 我告訴各位 我到現在為止 我從來不敢相信 我可以保住晚節 我求主憐憫我 我能不能保住晚節 我能不能保住晚節 這是我最常問的問題 所以我常常挑戰他們說 你可以保住晚節嗎 你要知道保險公司什麼都保 就是不保晚節 因為晚節只能自己保 只能自己保 但準確的說還不能自保 要靠聖靈來保 所以當一個人不在聖靈的裡面 他就會放縱肉體的情欲 這個肉體的情欲就會產生四個 第一個性關係的敗壞 第二個信仰的謬誤 第三人際關係的破裂 第四個你持的無度 從上帝那裡 一個是得罪神得罪人得罪自己的 第二個是得罪神的 第三個是得罪人的 第四個得罪自己的 對嗎 我希望講三堂 你把這些打抗都記得 因為你不能馬上公共領會 但慢慢來慢慢來 這個記載在加拉太書五章十九到二十一節 然而一個人在基督的恩典中 我們更可以靠著聖靈結出聖靈的果子 在加拉太書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節 記載的這件事情 我們再來讀一次 預備請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人愛喜樂和平 人愛恩慈感想 性質溫柔節制 這樣的事沒有律法性質 這九個聖靈的果子 聖靈的果子是單數 大概有九個面項 我們上次已經看了兩項 第一項 第一大項是以神為中心的美德 以神為中心的美德分為三 人愛喜樂和平 人愛我們已經說過了 人愛是指一個人可以領受到神的愛 進而把神的愛理解之後 體會之後 享受之後 也分享給別人 愛是Agate 他就會愛人 還會愛神 喜樂 最主要是指一個人 體會到自己的生命被拯救 那種自由 確定自己的名被積在天上 換句話說 我們的生命是不失去的 雖然軟弱 我們雖然會跌倒 但是卻不會死亡 如果我們有這樣子的把握 我們的生命就會很篤定 我那天提到我父親 我父親六十四歲得了肺腺癌肺腺癌肺腺癌 就擴散 擴散到腎 所以開刀的時候 醫生本來以為95%是original 就是腺歸腺 肺歸肺腺 腺是腺的癌 肺是肺腺癌 沒想到打開來之後 確實那個百分之五 就是傳過去的 所以他把那個腺打開來還給我們拿出來 因為台灣的醫生他要取信於家屬 他有的時候會做得完整而超過 聽得懂嗎 因為你不知道他切了什麼 對不對 所以他就把那個切的拿出來給我們看 那都是打到家屬那邊等了 他就打出來 李月松家屬請到什麼什麼地方 其實就在前面我就過去 醫生就出來 他穿著衣服呢 他就出來了 他說我們剛才把你父親的右邊的腺拿掉了 現在給你們看 手上抓了一個豬腰子 就跟豬腰子一模一樣 看過豬腰子嗎 他就把它切 他已經切開來 他說你看他把它打開來 然後上面有一個這樣子 就變成切成一半嘛 像那個中國人的皮蛋一樣 皮蛋的心一樣 就裡面黏黏黏糊糊的黑黑的顏色 就給我們看 後來我父親就確定了是移轉 你知道這個移轉 也不用吃什麼藥 也不用打什麼針 什麼化療 什麼都不需要了 他就說你回去 就跟我們說 你父親要吃什麼 要去哪裡玩 就在家去哪裡玩 跟我媽媽說 你丈夫要吃什麼 就給他吃 就讓我們回家了 我父親 我父親 並不相信 他會死在這個病上 是因為他說 神告訴他 那這是他的事 因為我們不知道 神有沒有告訴他 但是他說神告訴他了 那如果一個人說 神告訴我什麼什麼事 我們只有等最後才知道 神是不是告訴他 對嗎 因為人日有所思 也有所夢 哪一個人在得癌症的時候 不想盡辦法說服自己不會死呢 所以我父親就這樣 可是真的很奇妙 我父親又活了18年 七年以後 醫生就跟他講說 你的肺腺癌的移轉 已經全身都沒有了 因為七年全身 所有的細胞要全壞一次 所以現在所有的都是在 那個癌症以後 所生發的新的細胞 所以他完全沒有了 可是我父親後來又得了前列腺癌 前列腺癌就擴散到骨頭 擴散到腦 可是我父親沒有因為這樣 有一點點的失望 灰心你看不到 他在教會裡面 他在教會裡面到處探訪 笑咪咪的 我父親在世的時候 我們教會弟兄姊妹常常跟我說 你長老 你父親比你年輕多呢 欺負人也要稍微為別人想想 講這句話很傷人 我爸爸大我30歲 可是我父親整天笑咪咪的 他如果去探訪病人 他都不需要說什麼 病人講了個半詞 多可憐多苦 我爸爸把一拉就可以了 這裡是胃癌開刀 二十幾歲 這裡一刀劃下來 肋骨砍斷三根 拔開來 把肺減掉 這裡一個是腎拿掉 然後前列腺裡開過刀 不知道多少次的化療 跟電療 沒有人抱怨 看到我爸爸 他們就說 跟我爸爸說 為我祷告吧 我爸爸說為你們祷告 我爸爸不是很懂這些東西 不過我爸爸有一個非常清楚的 他知道他的名碑寄在天上 因為這個緣故他就喜樂 他就喜樂 喜樂是一種生命的篤定 所以我昨天告訴你們 我爸爸後來說好 不要立墓碑 你要知道我們中國人不立墓碑是很奇怪的事 我老人問我爸爸說 那不立墓碑怎麼做呢 我爸爸說火化 我知道在國內只有火化 但是在台灣可以土葬 對不對 那就火化 我爸爸說把骨灰拿回來 隨便撒都可以 知道吧 我們跟我爸爸說 你不要做人 我們還要做人 對不對 我哥哥是一個稍有靈氣的 我好歹也到處講到 我妹妹是一個畫家 很有名的 我說你不要做人 我們要做人 怎麼處理啊 我爸爸說那這樣好了 我們家 他自己種了一些花 他就把它當成施肥 一把交掉這個地方 後來我們把我爸爸樹葬 就是在樹下面 樹葬 那個是沒有墓碑的 我爸爸堅持不要墓碑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爸爸就說 有了墓碑 你們心裡有牽掛 是嗎 有了墓碑 你們心裡有牽掛 你們做兒子媳婦女兒女婿的 一年來看我一兩次不為過 因為我把你們養大 就是孫子孫女外孫外孫你來看我 也合理 因為都認得我 我也從小抱你們 而且也這樣 問題是孫子的兒子呢 外孫女的女兒呢 他們來看我嗎 你叫他們來不盡情裡 或叫他們來那個墓碑在那裡幹什麼呢 然後他就說 問題更麻煩的事情是 你們過來看我 我並不在那裡 是嗎 他說我在那裡 所以你們跑到一個 我不在的地方去看我沒有意義 你要知道這個不是任何人教我爸爸的 我也不知道 我也沒想過這個問題 我已經傳道了很多年了 我都沒想過這個問題 我爸爸說我不在那裡 你們去看我 我不在那裡 更何況如果不在那裡 你為什麼要在一個地球上放一個千年不化的石碑呢 聽不懂嗎 這次你們搭會牧師 有我們兩個住了一個房子在那個地方 我不知道價格 我不知道價格 結果我走的時候呢 他以為我要付錢 那我也不知道該誰付錢 所以他就把數字告訴我 不便宜啊 不便宜啊 你們當中有錢的要奉獻啊 不便宜啊 不便宜 還好我沒有做一件事情 我走以前應該在牆地上寫2017年 對不對 幾月幾日 禮見到此一游 對嗎 對不對 這多麼重要 2017年呢 不是別的年 是馬丁路德改教五百周年 而且離這麼近 那不正好說明了 我在這裡 在歷史的長廊當中 我來到一個重要的分水嶺 是吧 你要知道 基督教每隔五百年 一千年都發生大事 五百年都發生大事 一千年東正教分出來 一千五百年 這個基督教天理教分開來 所以現在是該分的時候 分出什麼我們不知道 不過在這個歷史的長廊裡面 我領件要留下一筆 如果我這樣 你給他交錢你就慘了 絕對不會是那個數字 他要把那個清潔費給你收起來 你能夠懂嗎 我爸爸就說這句話 他說我又不住在地上 我在天上 我為什麼要留一個石碑在那邊呢 我爸爸說完以後 我們想了這個問題 就在我爸爸的面前 我們家族開會 以後我們家沒有一個人有墓碑 我哥哥說他放棄 我哥哥都說了 我說我放棄 我妹妹他放棄 所有的媳婦 那個女婿都放棄了 我們都沒有墓碑 我兒子女兒肯定不要有墓碑了 對嗎 影響所及 我們教委很多人說 我們也不要有墓碑了 我希望這個成為一個流行 因為我們的家不在地上 我們的家在天上 我要寫我的名字 我大可回我家的牆上寫吧 對嗎 其實我們的名字已經記在 天上 天上 這是喜樂 這第二 第三 第三 叫做和平 不是叫做平安 不是叫做平安 什麼叫做人愛喜樂和平呢 和平不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和平 不是 和平也不是西縣無戰式的化干戈為玉伯 不是和平指的是平安 平安這個詞 在新約聖經出現九十幾次 平安是什麼 平安不容易理解 我們以為平安是 地震的時候所有的房子都倒了 我們住的房子沒倒叫做平安 我們以為平安是我小時候這樣的人為的 我以為上帝的兒女有特權 那個時候我們很小嘛 五歲六歲就聽到信耶穌得永生 又說神愛世人 我就想說那真好信了耶穌有特權 因為神不會讓他的兒女受到不需要的傷害嘛 對不對 你有兒女 你需要你的兒女受到傷害 你說生病 生病最好 你看他的抵抗力有多少 有這種父母嗎 住在虛操最好是打擊越大 將來成就越高 你敢讓你的兒女這樣嗎 不會嗎 所以我從小就想 如果父母愛兒女就會這樣 所以你知道嗎 我還沒信耶穌的時候 那時候小孩子五六歲的時候 我就在想 我信了耶穌基督之後 下大雨的時候 我這樣走的時候呢 這裡都不會下雨 小孩子五六歲的時候 我就這樣想 我就這樣想 但是平安不是這個意思 弟兄姊妹 平安不是這個意思 我記得我很小的時候 大概四五歲的時候 有一次跟爸爸媽媽去看商展 哎呀那是農村 那是農業時代 商展什麼意思啊 商展不是現在的廣交會 廣交會知不知道 不是廣交會 不是那種展會 或者說 不是那個展銷會 不是 其實那就是農村裡面的市集 或者叫集市 可是它是很大的 所以呢 大家都在裡面賣一點賣一點 自己拿出來賣 那我就跟我爸媽去 那因為我們三個孩子 我爸媽說 每一個晚上帶一個人去 因為去看看好玩嘛 那農村小孩子 什麼東西好玩呢 就去了 我媽就跟我說 你得拉好啊 我說我拉好 他說因為 連大人都很少看到這種 你窮的地方嘛 就看 他說拉好 他說如果萬一搞丟 你站著不要動 我們回來找你 因為人那麼多 你越找我們 我們越找你就打散了 我就拉著我媽的衣服 就這樣去了 可是當年勉強看 五六歲的孩子 怎麼會不被事情吸引呢 過一會兒就把手放了 就一直看 那那個大人們更糟糕 對嗎 自己也想看 到處走 就把我丟了他們也不知道 等我 我發現我搞丟了 我站在那邊不敢動 就很緊張 人山人海啊 尤其那個 你看五六歲這麼小啊 就看不到 都是高高大大的人 到處看到那 我說非常地慌 直到我媽媽 我爸爸出現 看到我 看到我說我哇 就大哭了 平安 沒有失去平安的人 不知道什麼叫做平安 當你沒有依靠 沒有把握的時候 你才知道平安有多寶貴 前幾天啊 我到了葡萄牙去 我本來這次荷蘭完了 就要過來 木尼黑 然後再過來這邊 微頭抱著你 可是 因為我兒子臨時跟我說 他說爸爸 他說我們的畢業旅行 要到李斯門去 你有可能來嗎 那我就說 我說我條條看 我就跟幾個同工談 他們就說你這樣 那你時間條條 要跟你兒子在一起 我就過去了 當然了我一到那邊 就被李斯門教會抓去講道 你知道李斯門 我到李斯門的時候 我本來抱一個心態 我跟我太太去 那麼 兒子他們去五天 四爺 那我就想說呢 他那個女兒呢 就我們幫她帶著 因為他們在美國 兩個夫妻都在讀MBA 那很辛苦的 又要實習 又要MBA 那你哪有辦法帶孩子 他們兩個兒子 累的苦哈哈的 我那個媳婦呢 整天就拿著那個 一個繃帶 就把手綁著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才有力氣 不然的話 他有個媽媽手 聽得懂媽媽手嗎 就抱孩子抱抱抱抱 都不好啊 孩子生下來到現在 快一年了 都抱孩子手永遠不好 所以我們想說 把他的女兒抱著 你知道嗎 讓他們兩夫妻 至少也有四天五天的自由嘛 我們這座父母的 就是這樣 叫做孝子 對嗎 孝順兒子 然後 我們就 到了 到了以後呢 第一天就 我們還早一天去 把所有事情打理完了 我們到機場去 就把孫女抱過來 然後 讓他們 我兒子跟媳婦 就稍微鬆鬆手嘛 結果晚上呢 那個 他們兩個就要跟同學 一起出去 吃個晚餐 那 因為時差的關係 這個 女兒就會早 她的女兒就會早點睡 她就睡著了 睡著的時候 我們就跟她媽媽說 快去快去 跟我兒子跟媳婦說 快去快去 放心放心 主父母在家裡還擔心嘛 對不對 主父母疼 孫子孫女比兒子 比那個父母疼 兒女還疼嘛 通常都是疼過頭了 我們就去了 她就去了 去了以後呢 沒想到不該醒的時候 這個孫女就醒了 醒了又就開始 哭 那我們哭沒有關係嘛 爺爺奶奶在裡怕什麼 天塌下來有我們頂著 就弄了 可是她一直哭啊 一直哭啊 一直哭 哭哭哭到 我們有點害怕了 哭了十五分鐘還不停 後來我們就問媳婦跟兒子說 你們在哪裡 她說好 她說最快回來要二十分鐘 我們說那不急我們再看看 你知道 那個女兒 她的女兒 從醒來哭一直到見到她媽媽抱到還在哭十分鐘 哭到氣喘不過來 我們後來嚇人了 你知道我們看那個換氣時間越長 就表示她是真的哭 不是假的哭 小孩子會假哭的 你知道嗎 一假哭她 她一直到拿到還要 她立刻就停 有沒有 眼淚都是會擠出來的 小孩子很厲害 這是真的笨蛋 可是她哭了半天 等到她媽媽抱到她之後 她又哭了十分鐘 又哭了十分鐘 幹嘛把我們當壞人 你爸媽還是我們生的呢 你拽什麼拽啊 可是我告訴你 因為對她兒爺沒有平安 我告訴各位 沒有平安是很可怕的事情 沒有平安 親愛的弟兄姐妹 當我們失去平安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這個世界好像停下來了 長大後你沒有學校給念 你就沒有平安 你投資沒有回收 就沒有平安 你一個博士學位讀了三年五年七年八年九年 教授又換人了 因為她掉到別的國家去了 或者她死了 沒有人會指導你 你從不開始 因為特別在德國 這些博士 這些真正的指導的那個教授 他沒那麼容易給你過的 因為有關他的名譽 有關他的研究 所以沒那麼容易失去平安 真正的平安 有什麼平安是從主耶穌來的 因為主耶穌在死裡復活之後 第一句話跟門徒說的就是 願你們平安 第一句話 願你們平安 你要知道這個有很深的屬名的意義 為什麼 因為當耶穌說願你們平安的時候 必須他自己有真正的平安 是嗎 他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他已經死了 他已經埋葬了 已經三天了 他復活了 他說願你們平安 這個平安就有根據了 是嗎 如果我叫你放心 你這個錢我可以把它弄掉 你懂得懂嗎 那就要看會有多少錢 如果你是一百兩百多元 我肯定你沒問題 因為會有 但如果超過這個數字就慘了 剛才我走的時候 我把鑰匙一交好 我去往上 他說先生 他說 我不要告訴你多少錢 不過你們需要為這事情奉獻 我不要告訴你多少錢 後來 後來他就說多少錢 那幫我嚇一跳 我說 我說 I am a guest speaker I know nothing 我心裡想 因為我身上只有五十歐元 什麼五十歐元 當然我有 credit card 我有五十歐元 我就說 他就說 他說你要 pay in cash 還是 credit card 我就想說 我說 I don't have cash 後來我就跟他講 還好他那個錢 如果我真的拿 credit card出來刷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有不夠的 你找我 那就要看我有多少 對嗎 如果我身家有幾個億人民幣 沒事 你找我來 可以幫你 cover 但是如果你的問題是十幾個億人民幣 你找我沒有用 因為超過我的能力 耶穌說 願你們平安的時候 是因為他已經除去了死亡的威脅 他從罪惡裡面出來 因為他擔當了我們所有的罪 他從死亡當中出來 他說願你們平安 弟兄姊妹 主耶穌告訴我們說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我賜下平安給你們 我所賜的平安 不像世人所賜的 你們不要優求 也不要難缺 當我們基督徒在世上活著的時候 我們不一定比別人順利的 我再說一遍 說不定外面沒有下雨 只有你的這塊在下雨 但是有平安 有平安 當你有平安的時候 你不知道怎麼說 我為什麼敢叫你們當傳道人的 我年輕的時候不敢叫別人當傳道人 我敢叫你當傳道人是我經歷的一件事情 就是上帝給我們非常奇妙的錄點 我年輕的時候 聽了吳有張老的話 聽老人家的話 有時候有好處的 但有的時候 是我們自己沒搞清楚 他告訴我說不用存錢 我們就真的沒有存錢 所以我四十幾歲以前 把所有的錢都通 每一年到年底就總結 完了把所有的錢都分掉 我年底四十幾歲 四十幾歲的時候 我年底就把所有剩下的錢 我沒有放在銀行裡面 就放了錢 然後全部結帳 就全部清完了 分成四份 一份小園 一份華神 就是我的母校 一份宇宙光 最後一份 都帶我的老女出去玩一次 就結束了 所以我每一年都歸零 聽不懂嗎 所以我帶領教會的時候 也是這樣 我帶領教會的時候 我們教會到年底的時候 總清 總清什麼叫 一月的時候結帳 一月份要算到十二月 最後一個禮拜 把所有錢通通提出來 值次會開位 漲值會開位 把它分給幾十個單位 全部清到零 這是我帶領教會 從頭開始 每一年都這樣 每一年都這樣 我自己的家裡也是這樣 有一天我跟我長老 就問我說 那時候我四十多歲 他就跟我說 說你弟兄 你有沒有存錢啊 我就跟我長老 說當然沒有啊 我長老說你沒有存錢啊 我說不是你告訴我 我沒有存錢啊 結果我當老說 哦哦 那你現在要開始存一點了 他想說四十多歲了 你現在叫我存錢 已經沒用了 你知道嗎 後來我就說 哦哦哦我開始存錢 過了幾年 你知道人老了 記憶也不好 過了幾年 他又問我了 他說李弟兄 你有沒有買一個小房子 我說沒有啊 他說你為什麼不弄個小房子呢 因為差不多五十平方 四十幾個平方 也好 老了兩個人住 不要累著別人 我就跟吳長老說 你不是叫我 開始存錢才幾年 我哪裡有辦法存錢呢 哪裡有辦法買房子呢 你知道台 你們都在德國 你們不知道台灣的房子 基本上跟上台的房子是一樣的 你買不起的 跟北京的房子是一樣的 而且是 不是五環六環七環哦 是最中間的哦 那一個平方都要五萬六萬的民幣 還不算那種大豪宅哦 不算那種大平數的 不算那種大平方的 不是那種小的 我就跟吳長老說說 我連頭棋管 我連廁所的頭棋盤都交不起 我就問他 我問他說 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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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什麼辦法呢 有一次我就去 我就 手上大概 大概有 大概有 二三十萬人民幣了 不錯啦 二三十萬人民幣了 我存了很久了 後來我就去找個弟兄 跟我說 跟他說 你可以幫我找找房子嗎 找找房子嗎 他就問我說 那你有多少 我就把我數字告訴他 他 他看著我跟我說 你買一個停車未懂 你還要交頭期款 你買一個停車未都不懂 後來他就問我 那那個剛剛信耶穌的人 有時候講話也傷了我們 他就問我說 他說你當你幾歲當傳導的人 我就說三十二歲 他就這樣 三十二歲 那到六十五歲 你就募會三十三年 對吧 三十二歲嘛 你到募會六十五歲 你就三十三年 你知道他上次說一句什麼話嗎 如果你募會三十三年 沒有弟兄姐妹供養你 你就算是募養失敗了 洪律師你有看過啊 放心好了 德國中的弟兄姐妹會供養你 你為他們付出了多少青春的代價 他們會供養你 你知道他講完了之後 我心裡 因為他在剛信耶穌 我又不能對他發作 對不對 張魯勝就對不對 怎麼會有人 我們牧養了三十幾年 就有人供養我呢 我就心裡想說 我這傳導的完蛋了 對不對 我也沒有存錢 我怎麼知道會這樣啊 我二零一零年開始 就沒有領我們交給的 salary 我二 我一九九零年領我們交給的 salary 工資 一直到二零一年我就不領了 第一個我領二十年了 第二個我二十年 二十年已經大部分時間在國外 服侍了 雖然我們教徒弟兄們說 沒關係 你要名掛在我們這裡 給我們一起壯壯蛋 咱們一起奔跑天路 我現在每年 在我們教會還講十次的道 他說你只要講就好了 你帶領我們 我們願意支持你宣教 可是我二十年年 就沒有領教育的公司 我就心裡想說我怎麼辦 弟兄姐妹 真正的平安 不一定是看得見的物質上的保證 以及身體的平安 真正的平安是內心的篤定 他講完以後回去我就很生氣 你知道 人很軟弱 我就心裡想說你講這個什麼話 你知道木會多辛苦嗎 木會裡面辦法討所有人喜歡 對不對 你稍微嚴格一點 那個不喜歡嚴格的 就不喜歡你 雖然那個嚴格的 喜歡嚴格的喜歡你 可是你稍微鬆一點 所以你兩頭不是人的 你怎麼弄都弄不起來 可是 那真正的平安是 今天回去之後我就跟主說 我說他這樣講我很傷心 他為什麼說我木會三十三年以後 就會有人羹羊過來 你知道後來生命感動我嗎 他說不用人供養你 我供養你 弟兄姐妹 所以出來做傳道也不要怕 我們學校有很多的碩士學位來念的 博士學位來念的 你略完了 你不會虧的 我告訴各位 我認識一個全世界最有錢的人 就是我自己 我覺得我是全世界最有錢的人 你們看我穿的衣服還體面嗎 昨天穿的那件也不錯 對嗎 今天這件也還可以 你知道多少錢嗎 十五公元 我已經穿了將近七八年了 還想行的對嗎 這是別人送我的十五公元 好的不得了 我又不愁吃又不愁穿 這次我來這邊 大會也沒叫我交錢 又供我吃又供我住 弟兄姐妹 真正的平安 不在於你家到而父 真正的平安 是因為你覺得 你確定上帝是我們的神 所以我這樣跑 我很喜樂 因為有平安 第三 第三 第二 我們要來看 以他人 與他人相處的品格 與他人相處的品格 這邊有共有三組 第一是忍耐 第二是恩慈 第三是良善 我們看上面那張 對 與人相處的品格 與別人相處的品格 忍耐 對不起 忍耐 恩慈 良善 什麼是忍耐呢 那忍耐是最難明白的 比這其他的十九個 這個最難 忍耐不是在痛苦的環境當中 我們竭力的忍受 表現出我們剛毅的個性 忍耐也不是忍受胃痛 牙痛等肉體痛苦 說我忍耐 忍耐甚至不是被別人誤會 被別人陷害 被別人欺壓 我們隱忍不發 表現出高尚的結操 不是 忍耐這個詞 在聖經中最準確的解釋 在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九節 那我講給你們聽 耶穌有一次做一個比喻 說有一個人欠了一個王一千萬銀子 他就去見那個王 那個王說這個人欠錢一千萬 就把他拉出賣了 把他關起來 妻子兒子所有的東西便賣掉 來還這個錢都還不起 把他關在監獄裡面去 後來這個人就跟王說 他說主啊寬容我 將來我要還清 他說寬容 那請寫下來 寬容這個字就是忍耐 翻成忍耐我們中國人不明白 翻成寬容我們就明白了 寬容是什麼 寬容就是當別人得罪我們 有負於我們 我們等候他給他機會 等他改過 叫做忍耐 當別人有負於我 當別人得罪我們 我們等候他給他機會 等他改過 這個叫做忍耐 忍耐就是寬容 給對方改過進步成長的機會 所以忍耐不是饒恕 饒恕是你得罪我 我饒恕你咱們兩不相欠 聽得懂嗎 所以饒恕比較簡單 雖然饒恕對我們來說都要殺頭了 對嗎 饒恕比較簡單 忍耐比較難 忍耐比饒恕還不容易 因為饒恕的對方 表示原來對我不好 可是我從內心不予追究 我赦免他了 可是忍耐或寬容 除了饒恕以外還要等待 還要給他機會 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哥林多前書十三章 愛是恆久 忍耐 如果你會背到第八節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所以愛以忍耐做開始 以忍耐做結束 愛以忍耐做開始 以忍耐做結束 忍耐就是別人得罪我 我不僅饒恕他 我還等待他 我們家會有一對夫妻 其實也算狼才女貌 可是這個先生後來就有了小三 有了外遇 回來就跟昭康之妻說 都是基督佛 跟著昭康之妻說 我們離婚吧 因為我看到一個我心愛的女人 她的老婆就千確萬確換不回 就跟她說我等你 她今天說你不用等我 我就走了 有孩子呢 兩個孩子 她就走了 高興的時候回來回來 不高興的時候整天在外面 就根本就跟別人住在一起了 這個妻子每一次她先生回來的時候 她就偶爾回來的時候呢 看看她的兒女 她就跟她先生說我等你啊 七年 可以嗎 這不只是勞術啊 這都忍耐 寬容 有一天她先生回來了 跪在地上跟她太太說 你接納我吧 我得罪你了 她太太跟她說 我從頭一天就已經接納你了 寬容 寬容 帶她回頭 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忍耐 恩慈 什麼叫做恩慈呢 恩 對不起 所以忍耐不是消極的忍受 忍耐是積極的期待 主耶穌對彼得也是這樣 積極的期待 對嗎 所以彼得三次不認主 主寬容她 弟兄姐妹 我們之所以能夠寬容別人 是因為主先寬容了我們 阿們 那個人欠王一千萬銀子 後來神那個王不是說算了 讓他走對不對 他出去之後碰到一個人欠他多少啊 十兩啊 又掐著他的脖子說 你給我還出來不然我幫你下在間裡 那個話你就查一模一樣 那個人也用一模一樣的話說寬容我吧 我將來一定要還清 那個人說不行 現在下在間裡 那個王一聽就說把他抓回來 一千萬比十兩是幾倍 快點快點快點 一千萬跟十兩是幾倍 不是一百倍 不是一百倍 是一百萬倍 一百萬倍 換句話說 我們今天再怎麼寬容別人 都遠遠不及神對我們的寬容 我們千錯萬錯 神都一筆都消 別人一個眼神看我 我就不信他 對嗎 其實那個人不是邪眼看我 他其實是天生的邪眼 我們就可以恨到不得了了 怎麼這樣避命呢 寬容 第二 恩慈 恩慈跟忍耐有關 恩慈是指寬容等待 寬容是指等待罪人回頭 而恩慈是指沒有得罪我們的人 我們以恩典待他 尤其是上對下 主人對仆人的恩待 主管不苛求不屬 本來上對下公平就好了 對吧 可是如果我們不是公平 而且我們是恩慈的話呢 那麼我們就是多的給少的 我常常跟所有的基督徒說 我常常來 你們碰到我都會說 你長老辛苦了辛苦了 我告訴你其實不辛苦 不辛苦的緣故是我把我的給你 你也把你的給了我 你說我什麼都沒有給你 有啊給我一個包子啊 不只他給我一個包子 那個拿包子來給我的人 也把包子送到我手上了 不然做了包子要給我也拿不到我手上 對吧 我沒有在開玩笑 其實我們都是互相的 我這次來有人幫我打了飯 就說說你長老你先吃 這個不是你在服侍我嗎 我用我有的服侍你 跟你用你有的服侍我 這很美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常常跟所有的弟兄姐妹說 我們是凡物公佣 大家把這個物這個字 想得太物質化了 其實物這個字就是我所有的都是你的 有一天我的一個同工 菲律賓的一個 我帶著一個牧師到台灣去 我不在我的秘書就接待他 然後就吃飯的時候 那個牧師就要請吃飯 因為牧師到台灣去 很多事情都是我這個秘書幫他處理的 他就要付錢的時候呢 他要付錢的時候呢 那個我的秘書說 我來付就把他付掉了 然後我那個秘書就跟他說 他說 他說某某人某某人 他說你不要這種事情 他說我麻煩你太多了 你知道我那個秘書怎麼說嗎 他說上帝的錢放在你那裡 跟放在我這裡有什麼差別 你知道我如果不服侍你們 我也是在房間睡覺嗎 我為什麼不把我有的給你呢 這個叫做公平相對待 可是恩慈不是這樣 恩慈是 恩慈是 我把我所有的給不配的人 給不配的人 有一次我到阿根廷去服侍 阿根廷去服侍 我住在那裡 我住在那裡 那個長老家裡面 那個長老跟他的妻子呢 就有時候會帶去散步 在 某某是Iris 就是他們的首都 然後我們就在那裡上走 奇怪的是我們三個住在一起 那麼因為 那個弟兄住在中間嘛 我就走到他的旁邊 他的妻子走到他的旁邊 我們三個人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那個妻子常常會不見 過一會兒就不見了 你知道嗎 可是我又不能過了家說 你妻子哪裡去了 可是過一會兒他又出現了 他一下子不見 他一下子不見 是尿瓶 我猜 他需要一直上廁所 可是他先生從來都不講話 我們就想走走走 看看這個 看看那個 他妻子就不見了 過一會兒就回來了 或者我就想說 是尿瓶 後來可是我覺得說 第二天也這樣 那我們就想說 要留意留意 這個人怎麼搞的 如果他身體不好 咱們也想想辦法 對吧 走走走 後來我看到他的妻子呢 走了一百度就離開了 我就看到他先生說 我去 我的意思是說 我出去一下 他就說好啊 他就去看別的東西 他太太我就跟著後面去看 看他去幹什麼 他就讓他走到一個乞丐的旁邊 他就拿出錢包來 把錢放在那個乞丐的那個波裡面 放下 然後走回來 他看到我嚇一跳 然後我就看到他 我就跟他說 我就 你知道我們這種人是多管閒事 我就跟他說 我說 哇你拿錢給乞丐啊 他說對對對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就跟他說 所以這幾天 你每一次都會不見 就是去拿錢給乞丐嗎 然後他就很不好意思說 對對對 我就跟他說 你知不知道有丐嗎 你聽到什麼丐幫嗎 乞丐都是一幫一幫的 有一次我是在哪裡啊 在華沙還是什麼地方 他就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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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拿了一個小杯子 兩個小孩子拿了杯子 拿拿拿拿拿拿 夠多的時候啊 就跑去他媽媽那邊 他媽媽都打開來又倒進去 然後又去了 就是 蓋 乞丐都有幫的 他們有人在掌管這個東西的 我就跟他講 我就跟他講說 乞丐有丐幫的 我就跟他講說 哪一國又怎麼樣 哪一國又怎麼樣 哎我說 不知道阿根廷乞丐有沒有丐幫的 嗯 我就這樣講 他沒講話 啊 我就想說 你看就傳到人家 多教給別人嘛 人家沒知識對不對 我們多教人家 免得錢浪費 過了不久 他就跟我講 他就跟我講 他說你長老 他說因為是這樣的 他說因為呢 我們三十幾年前來到這裡 我們流落在這裡 本來我們家就做乞丐了 後來神恩待我們 我們竟然做一個小生意 就做起來了 所以我們越做越大 現在我們是本地一個算比較大的企業 他說我每一次看到喜盖的時候 我就想起神的恩典 不是我有 乃是神要讓我知道 我應該是乞丐 所以我每一次去的時候 我把錢放下去的時候 我是在紀念神給我的恩典 而且他說我每次給的時候 就說願上帝賜你 他說有一天 我希望他可以不要做乞丐 不要做改當 他說對我而言 那個不是很多的錢 可是對我而言 這是一個紀念 所以我才知道 原來嚴陸他在紀念神 在他身上的工作 親愛的弟兄有沒有 這個叫做恩慈 恩慈 恩慈就是你不必做這件事 但是你做了 第三 良善 良善 與人相處的品格是良善 良善指的當然是心地好 不做壞事 但良善不止於此 有一個少年的官來問耶穌說 良善的夫子 我當做什麼可以承受永生 耶穌怎麼回答 他說除了神以外 沒有一個良善的 昨天有一個小姐妹來問我 來問我 來問我 說我們怎麼知道 他說我們怎麼知道 惡是善的不足呢 聖經上講到善是指無限大的善 那什麼叫做無限大 就是無法計算 我們當做如果有讀數學的物理 特別理解 這個無限大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一直上去沒有頂的東西 你就是說無限大加無限大 怎麼樣 還是無限大 換句話說它是一個沒有封頂的 沒有封頂的 良善是什麼意思 良善中國人也說了 他說止於至善 對不對 這個至善 就是良善 good 英文其實用good good 親愛弟兄姐妹 良善是指一個人 不僅對別人不懷惡意 從來不想占對方的便宜 良善還是把自己最好的拿出來 跟別人分享 這三個表現 忍耐 恩慈良善是我們跟別人的關係 這三個都不是我們天生有的 都必須從神來 誰能夠做忍耐呢 誰能夠做恩慈呢 更不可要說良善 最後再一點點 再給我五分鐘把它講完 第三對自己的要求 對自己的要求的紀律 就是信實溫柔皆知 信實是什麼 信實 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有一次在我們教會 我用三個主題從來講信實 信實 這個希臘文是pistis 它的英文是faithfulness faithfulness 這一個詞有三個dimension 三個項鍊 第一個是對己誠實 第二個是對人信實 第三個是對神忠實 忠實 所以還有三個dimension 可是這三個dimension 三個項度裡面呢 最重要的是對己誠實 也是最難的 我問你 人最會騙的是誰 騙別人我們騙得很高明 我告訴你 騙自己騙得更高明 人最會騙的就是自己 而且騙了自己 都神不知鬼不覺 騙自己 因為你不faithfulness 你對自己不誠實 不誠實 親愛的弟兄姐妹 誠實是最重要的 神的誠實就是說到 做到 其實這個世界 只有一味誠實的 就是 神 因為他說到 怎麼樣 做不到 我們說到 做不到 我從頭一天 牧師問我說 你願不願意 馮秋華為妻 我就說願意 然後一問我說 你願不願意愛他 幫助他 我都說願意 因為反正要結婚的 管你的都願意 可是我說到做不到 我常常 婚前看到我太太 怎麼樣的都好 你要知道 因為我替別人 政婚贈了150對 150對 他長得小嗎 你說你小鳥依人 對不對 長得大 你說 哎呀我很喜歡 我有依靠 可是一結婚之後就變了 大的變成Bitterty Bitterty 聽得懂嗎 大的火雞 你幹嘛長那麼大 對不對 小的說 你這麼矮小 我們兒女怎麼辦啊 很奇怪 同樣的人你變了 因為我們說到 做不到 可是主耶穌是信實的 做為一個基督徒 聖經上說 我們即使自己吃虧 也不更改 我有一次碰到一個商人 商人 他呢 做一點生意 他是做什麼生意的呢 他是做那個塑料射出 知道塑料射出嗎 這個塑料都是用一種機器 然後把它弄出來的 嗯 那個是要用那個塑料 模型要把它射出 那他是那個地區呢 最好的塑料工廠 就專門做那種 這次師母有給我一盒 小番茄 是裝在一個塑料盒子裡面嘛 對吧 那是透明的 他做那個人 那有一天人家來跟他 就下游廠商要跟他訂 要訂兩萬個尺寸 厚度全部寫好的 就給他開一個價格 對方就跟他說 你確定可以做嗎 他說可以做啊 他說我們貨比三家 你們知道 做生意都這樣嗎 三個 他就說你的最便宜 所以我們就給你做了 他說沒問題 我很喜歡幫你做 他就做了 可是他做了不久 他就發現他自己算錯了 他們的contract是這樣寫的 等到交貨之後 驗收合格 就可以再訂貨 就以原定價格再訂貨 聽得懂嗎 一個比如說是一毛歐元 就這樣子一毛歐元 如果兩萬個出去之後呢 再來訂 你就不能提高價格 就是因為合格了嘛 他前面先訂兩萬個 他做總一半一半就錯了 他立刻就寫信告訴那個公司說 我算錯了 因為原料加上工錢 我連本都沒有 他就說我算錯了 你跟對方說 那對方就 他們就說 就派人來跟他說 當然你算錯了 因為我們貨比三家 你比別人便宜太多了 我們把你的價格拿去給別人看 別人就告訴我說 絕對不可能 你這個數字的 我們不可能做那麼數字 那你找他家做好了 他說我們就欣賞 欣賞你怎麼做得到呢 原來他算錯了 算錯了 他跟對方說這樣 因為你也是很大的公司嘛 那公司就說 說這樣好了啦 他說 他說 你算出成本 但是你不能賺我的錢 因為是你自己算錯了 對吧 你算出成本 我把成本給你 就這樣子 你知道這個人怎麼回答嗎 他說不行 他說不行 他說我只恳求你們 我只恳求你們 你們不要再增加數量了 我給你做兩萬個 照那個價格給你 那對方說為什麼呢 我不把本錢還你嘛 他說不行 他說我是一個基督徒 他說我說到 一定要做到 他說我只恳求 那個contract 那個合同 那個契約裡面 這一條 你可不可以免除我 他是恳求他 意思說如果對方說不免呢 他也沒辦法 他只是說為了防止我破產 我請你免除這一條 那對方說免除這條沒問題 我把本錢給你嘛 他說不要 他說這是我自己算錯了 寧可吃虧 絕不更改 這樣明白嗎 你知道這樣做 那不是虧錢的嗎 沒有 如果你這樣對人 別人怎麼對你呢 你知道那個公司 跑去跟他們 就是跟他們上級說 哪有這種笨公司的 你懂得懂嗎 我們以後統統跟他定就好了 他們還不緊張 他們自己定 他們告訴很多的 他們的朋友說 哪裡有這種公司啊 這麼誠實的 我們通通跟他定 所以 發了 打定單 打定單都來了 弟兄姐妹信是不吃虧的 再來我們來念一遍 二十二十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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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請 聖靈所結的果子 就是 仁愛 喜樂 和平 仁愛 恩慈良善 信實 溫柔皆是 好最後剩下溫柔 溫柔不是我們中文的溫柔 我們以為溫柔是講話小聲 不是 溫柔我們以為是一個人的個性 也不是 我們以為溫柔是女性的表現 也不是 溫柔是聖靈在我們身上工作之後的結果 什麼叫做溫柔呢 溫柔不是講話小聲 凡事讓步態度和己 不是 那如果你願意寫下來 我先念一遍給你聽 溫柔是理直卻不用氣壯表示 得理卻不會不饒人 溫柔是理直不用氣壯表示 得理卻不會不饒人 我問你誰能做到 還好這次洪牧師沒跟我說 李長老那個旅館費你要自己付啊 如果這樣我肯定理直氣壯會跟他說 我理直嘛 你請我過來還叫我付旅館費嘛 這就是理直氣壯對不對 其實剛才他的心理在路上走的時候 我就在想這個問題 如果我牧師跟我說 這個旅館費要你自己出我怎麼辦 然後我就在想說我今天還要講溫柔的 等一下我去 我碰到牧師 我到底是要溫柔還是要理直氣壯呢 我本來想一想 我得先去跟張牧師聊一聊 因為我們兩個住隔壁 如果我得自己付 那麼他也得自己付 他願意溫柔嗎 他如果願意溫柔 咱們打落牙齒或血吞 我們就做了吧 你看這就是人的排帥 這個不叫做溫柔 這個叫做理直氣壯 得理不饒人 你知道我剛剛那段路其實很短對不對 可是我就在想說 我怎麼辦 我怎麼辦 如果他叫我出那個錢 我怎麼辦 你看 幾塊錢就量出你的生命 七塊歐元就量出你的生命 這個溫柔 最後節制結束了 請大家聽你們什麼叫做節制呢 節制是聖靈工作的最後一項 為什麼 因為節制是給自由的人說的 不自由的人沒有節制問題 你不必對軍隊裡的人說 你要節制 軍隊裡面沒有節制 給你吃多少就給你吃多少 叫你睡多少就睡多少 叫你不上廁所你就不能上廁所 聽不懂嗎 你就沒有節制問題 監獄裡面的人也沒有節制問題 所以節制是給基督徒說的 因為我們已經得了自由了 所以保羅說 我難道不能像彼得嗎 帶個妻子到處走嗎 我難道不能這樣嗎 他的意思說我難道不能自由嗎 但保羅這樣的意思是 他有自由 他卻不用他的自由 這樣做節制 什麼叫做節制呢 節制就是這件事情雖然是我的自由 但為別人的緣故 我們卻不做 叫做節制 我跟你們說我一年要參加三十幾個議會 感謝主 現在是道主第三 今年 我還有兩個而已 一個在印尼 一個在台灣 也結束了 節制 我每天參加這種議會 因為我是這兩個月最後一個人 所以我已經很累很累很累了 所以我已經沒有辦法應付很多事情了 因為你們問的問題都天難 像天一樣難 所以我就很難回答 所以我能夠躲就躲了 可是為什麼你們問我 我還是說沒問題來問 來問來問來問 這個叫做節制 所以節制不是消極 節制是積極在想怎麼面對這件事 節制是我雖然有自由 可以不回答你的問題 可是我卻要求我自己 在我可能做到 或不可能做到的情況下 靠著聖靈 我做做改做態 求求恩戴我們 讓我們能夠有忍耐喜樂和平 以神為中心的美德 忍耐恩慈良善 以別人為 以別人為 與人相處的品格 第三 信實溫柔節制 對自己要求的紀律 但是我告訴你一個不是很好的消息 就是這些事情我們絕對做不到 好 感謝主 二十四二十五節念完我們就結束了 你有能打出來嗎 二十四五 來我們念完就結束了 預備請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 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諧心實力 統定在十字架上了 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 就當靠聖靈行使 我們所有人都是靠聖靈得生的 因為不管你昨天的舉手 或是哪一天 你說我願意相信耶穌基督 那是聖靈工作的結果 沒有一個人可以自己口稱耶穌基督為主的 你努力也沒有用 說我要相信 這個沒有動態 這就是聖靈的工作 聖靈的恩典 所以不是我們要 我們只是在上帝已經offer的情況下 我們是apply的 那個必須要有offer的 沒有offer 就是apply的 所以那是聖靈的工作 可是當我們以聖靈得生以後 我們就要靠聖靈行使 所以這裡是靠聖靈得生 是得著了 就當靠聖靈什麼 行使 行使就是我們自己要願意 這個行使的行就是 也是靠的意思 所以我們靠聖靈來工作 靠聖靈在我們身上工作 這九個聖靈的果子 活出來 就可以面對那四個肉體的敗壞 求主恩待我們 我們做個禱告 天父我們下面現場感謝 這一次我們在一起的聚集 除了孩子 張牧師 莊姊妹 在我們當中一起的佩搭 我們看到你的恩典何等的長寇高深 有這麼多的人 我們聚在一起吃飯 一起聊天 一起生活 雖然時間短暫 但是意義卻很久遠 我們求你幫助我們 幫助孩子 讓孩子在生命裡面 更多的被提醒 被改變 謝謝主 求你赐福這個營會 謝謝主 讓主辦的同工很辛苦 但是你紀念他們所擺上的 奉住耶穌基督的生命 Amen